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十一支B在谈的是美股 普通股的账面价值 我刚刚讲说美股盈余我们在算的是 普通股的美股盈余 特别股没有在算它的美股盈余 因为特别股享有固定股利 但是我们在讲权益的时候 我们会分普通股东权益跟特别股东权益 我们在算权益的时候 算普通股东权益的时候 就把你的总权益里面 Total Equity里面减掉属于特别股东的权益 特别股东的权益 我们的权益包含了普通股 如果公司有发行特别股 那你的权益已经包含了普通股 跟特别股东的权益 那我在算普通股东权益的之前 我在算普通股的时候 就是先把总权益里面 扣掉属于特别股东的权益 那特别股东的权益有什么呢 第一个 特别股在发行的时候 它有没有先讲了它的Cold Price 叫做赎回价格 或者它有定了一个Liquidation Price 叫做清算价格 因为课本上给了一个叫Cold Price 赎回价格 这个赎回价格它怎么定 这是当时候发行的时候 那个投资人愿意买的时候 买就是已经都定好的 这叫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 所以我们的Total Equity 股东权益里面先扣掉Total Equity 去减掉特别股东的 特别股东的权益之后 才会剩下来的是普通股东的权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特别那个Total Equity 没有什么太困难 就是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就有算出来它的全部的权益嘛 那什么是特别股东的权益 第一个 我要扣掉的是什么 它的Cold Price 也许公司在发行特别股的时候 它就定了一个什么 赎回价格 它有定 那我就把它赎回价格 意思是说公司在清算的时候 要退还特别股东的 这个股款的时候 就根据什么 它的Cold Price 那万一没有呢 有可能没有 有可能公司在发行特别股的时候 并没有去提你的赎回价格 没有奖的话 你就依它的PAR VALUE 账面 票面金额 好 也就是说第一个你去看 它有没有Cold Price 赎回价格 如果没有定赎回价格 那就依它的面值 当作它的赎回价格 不是它的发行价格 因为它发行价格有可能是什么 它会有溢价嘛 但是基本上 它如果没有定赎回价格 它的赎回的金额 就依它的面值来计算 第二个 它如果是累积的 Cumulative 它是个累积的特别股的话 那它的 有没有基欠的股力 它的Dividend 有没有基欠的股力 如果它有基欠的股力 那我们就要把它的股力扣掉 而且请你记得 它的股力 不基欠的股力 看它基欠几年 不是像我们的 每股盈与子扣当年度 它基欠三年 就扣三年 好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的赎回价格 加上它如果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 那它有没有股力是基欠的 如果有基欠股力 也要算进来 这是属于特别股东的权益 算完之后 把它扣掉之后 才是我的普通股东的权益 那如果我要算的是 每股 每一个普通股的 Bull Value 账面金额 每股的 每股的 普通股东的账面金额 那我怎么算 这个地方就是 就把什么 我的 Ordinary Equity 属于普通股东的权益 分母很重要 跟刚刚算 每股盈与的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直接除 Outstanding chair 流通在外股数 不用加全平均哦 请你特别留意 我的分母是除 流通在外股数 没有加全平均 每股盈与在细算的时候 我的分母 要算的是 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但是我在算 每一个普通股的 账面金额的时候 我的分母 是流通在外股数 不用加全平均 好 所以这个有跟 EPS的计算 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上面 给我们的例子好了 他说 那个569页 好 举例说 他说呢 他呢 这个G公司呢 他的股东权益 好 他的股东权益呢 他是不是跟前面的是 一样的例子吗 SA 好 不一样 他是在11-25 看一下 他用11-25 Eletration 11-25 就是566页的 好 例子 好 他的股东权益 Total equity 有481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说 他的特别股 有curable price 就是他的赎回价格是120块 而且他是什么 cumulative 他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 那假设呢 这个累积呢 的特别股有一年 他就基欠一年的股利 好 一年的股利呢 他怎么算 面值是100块 好 因为呢 可以看 566页 他的Eletration 11-25 特别股呢 他一共有 这个股本是 好 看一下他的股本 面值 好 面值是5块钱 然后呢 他呢 他 他已经核准发行是4万 但是他有39万流通在外 好 所以是195万 好 他流通在外的股数 等一下 好 他说 State no part 但是5块钱的State 对不起 我看错 行为 特别股在上面 我看到普通股 好 面值 难怪我说是100 5块钱 他的那个 输回价格是120块 那也 有点不太合理 好 看一下他说呢 特别股 面值是100块 然后呢 他有 1万股 流通在外 好 所以100块去乘上1万 所以他的股本是100万 对不起 没有 他核准是1万股 但是流通在外只有6000股 好 所以是100乘6000 所以有60万乘上9%的固定股利 所以每一年的股利是54000 他只基欠一年 好 所以我们把刚刚那个 把它写上来 481万 他的total equity 减掉特别股的股 权益 第一个 他有基欠一年的股利 54000 好 我们先算的是54000 基欠一年的股利 另外呢 他每股的coable price 是120块 然后一共他发行的是6000股 虽然他核准1万股 但是他没有全数发行出去啊 他只有发行6000 所以只有6000股去算就好了 好 所以我把它扣掉特别股东的权益 好 所以呢 120乘6000 加54000 所以这边呢 我的普通股东的 特别股东的权益是774000 好 774000 这边算出来是774000 好 那我们的480万 481万 扣掉774000 最属于普通股东的权益就是403万6000 好 所以是我们第一个 从我们的 这课本上面的 570页 569页 他举的例子 我们利用566页的 Ellectration 11-25来做解释 所以特别股东有77 特别股东的权益有774000 那我的总权益是481万 扣掉774000之后 这是我的什么 这是我的普通股东的权益 那我们去除他的股 流通股的股数有多少 那我回过头来看一下 566页 他核准发行的 已经发行出去是3 对不起 40万 他核准发行的 有40万 好 一手一次40万 是流通股东有39万 因为什么 回过头来看一下 往下看 他是不是有个库长股 1万块 所以他发行了40万股 但是流通在外 只有39万股 所以他的每股 普通股的账面价值 就除39万 所以是10.35左右 如果我取到小数点后 第二位的话 就10.35 那如果我没有取到 取得更多的时候 10.34.87 好 就是他因为除不进 好 所以跟课本上面写的 就完全一样了 这是每一股的 普通股东的 每一股账面价值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说 你的Total equity 减掉属于普通的股东 属于特别股东的权益 特别股东的权益包含什么 他有没有定数回价格 没有就用他的面值 像这个例子 他有数回价格120块 他如果没有奖 我就用100块算 那他这个累积的特别股的话 他有没有积欠股力 看他积欠多久 积欠几年 像这个例子他就积欠一年 一年的股力就5万4 所以特别股东的权益扣掉之后 剩下全部都是普通股东的 然后去除 流通在外股数 这是11B所讲的内容 这是普通股东的账面金额怎么算 好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哪里写错了吗 403万6千 我跟他写的完全一样 我多写一个0吗 我多写一个0 39万不是390万 是我写错了 好 因为他流通在外股数 就39万股 好